美中两国在新的一年中将会继续在各个领域争斗不由 除了利益之争和价值观之争 争夺国际新秩序的制定权和主导权 可能是两国斗争的新焦点 2020年各种迹象显示 在后疫情时代 趁着西方主要国家依然受困于新冠疫情 而无下他顾 北京政府加快了争夺制定和主导国际新秩序的步伐 对于他们而言 这个时刻正当其时 几年之前 习近平就曾经提出 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引导世界新秩序 世界需要新秩序 现在习近平已经不再是空口白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新秩序了 中国目前正在形成的 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 已经正在此谴行他的理念和主张 而习近平的目标和野心 也已经被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 不约而同地看穿了 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 上个月发表了中国挑战要素报告 指出中国不单只想要取得世界的主导地位 而是要建立以中共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纽约时报刊文《中国籍经济全球化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指出 中国的做法是为了服务北京的权威目标和霸权野心 是这样的话 北京政府为什么需要国际新秩序呢? 按照北京政府的说辞 国际旧秩序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松林法质 它的本质是弱欲强食 以个别国家为主体的全球霸权经济 保障发达国家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话语权 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合理 导致了种种问题 比如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贫富分化严重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等 已经无办法代表世界人民对和平和发展的要求 不能够满足中国崛起的需要 因此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从北京来到去看 正正在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冲击之下 国际旧秩序风雨飘摇 国际新秩序也应运而生 是这样的话 在中共的眼中 什么是国际新秩序呢 换言之 北京政府到底想怎样呢 习近平在2020年 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指出 全球治理体系 只是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 才能够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根据官方智囊的解读 这样反映了习近平的国际新秩序思想 他们认为中国实力有很大的增长 但是就没有跟中国实力 双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 这种状况不单只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 而且还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 因此中国必须参与秩序建构 促进区域和谐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等 这些将会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以及结构公平合理性的世界新秩序 众所周知 中国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 名声一向都不太好 当符合中国利益的时候 中国有时候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和准则 有时候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而选择无视这些规则和准则 如果不符合中国利益 中国就干脆选择藐视相关的规则 但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 北京方面 似乎不再在乎自己一向不大好的名声 而是采取了一些大胆的作为 比如说 北京政府全力推动中共特色的全球化 以威胁与利友并重 迫使其他国家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 迫使世界遵守中国规则 中方打击批评中国政府的澳大利亚 以及拘捕孟晚舟的加拿大 都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 要令到中国按规则办事 是美国亦都是西方国家近年来 跟中国打交道时候的诉求 拜登团队表示 要令到中国按规则办事 他说 美国需要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 共同制定规则 而不是去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定结果 拜登相信美国必须和全球其他民主政体联手 在全球贸易政策上认识联合阵线 这样就能够逼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 至于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 去令到北京按照它的规则办事 这样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西方国家依然选择相信北京政府 被威胁利友的澳大利亚 近日签署了新的贸易协定 希望中国在国际协议约束之下改变行为 而长达七年的中欧马拉松谈判 在去年年底突然达成了协议 中国在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 永续发展三方面做出承诺 这是无论哪个国家都好 都难以抗拒的好事 也是美国和中国打了几年的贸易战 可求而不可得的中国优惠 但是中方承诺西方能不能相信呢 无论如何都好 中欧协议离间分化美欧关系是小 令到中国政府在主导国际新秩序方面 进一步地占了上风 恐怕事关重大了 这个是未普及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赵子浩 撬山权